好的,今天冷門菜系列 哈密瓜冷湯 第一步驟呢 我們要先來做這個番茄水 我不知道這樣翻正不正確啦 tomato water 就是番茄水 這邊我用的是一樣沒有經過基因改造 所以看起來非常奇怪的這些 herlem tomatoes 這種番茄的甜度啊 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比較香、比較甜 所以我要用這個來做番茄水 好,那首先就是先把這個蒂頭 反正就是沒有辦法吃的部分去掉 然後稍微切成丁狀 大概中等大小就好 不用太小 也不要太大啦 就是看看你的這個果汁機 今天我現在用的還是我這個舊的果汁機用 因為應該很多人知道我已經砸大錢買這個Vitamix 但是這支影片大概就是這一台 百靈牌這個舊型的果汁機的最後一次出勤啊 它實際上用的也沒有很多次 這一台也大概要台幣3000塊 但是跟這個Vitamix這種一台2萬多的等級 所以真的有點差距啦 好,那廢話不囉嗦 我們這邊這個番茄加進果汁機之後呢 這邊加的是這個薄荷葉 然後還有這個羅勒葉 然後我加一些馬爾頓海鹽 在打這個番茄水的時候 我喜歡加一些比較特別的鹽類 然後再加入一些這個雪莉醋 那我今天用的是成年的雪莉醋 就是味道比較香甜一點 那再切一些大蒜 蒜不用太多 然後乾蔥也不用太多 因為就是蒜跟蔥的味道比較強烈 我們想要有這一點點的味道 但是不要去搶這個番茄的這個主角的一個光環 好,然後加入一些些的水 水也不用太多 這個水稍微有點幫助這個果汁機去打這個番茄就好 那我們在打這個番茄水的時候呢 這果汁機都用順打的方式就好 因為我們不想要把這個番茄 打到完全像番茄泥啊 所以我們有點算是用 一直順打然後攪拌 讓它這個番茄變碎 那變碎之後 我們再把所有這個液體 這個番茄都還沒有變成泥 就是其實還有很多塊狀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整整壺放到鍋子裡面 我們要加熱 那加熱就是要有個注意 我們不能讓它到沸騰 就是要隨時注意它溫度的變化 那大概是煮到溫度大約是85到90度C左右 就是它還不會沸騰的溫度 那這一個做法呢 有點類似在做這個consommate 就是澄清湯的做法 那雖然這個裡面其實沒有蛋白質 但是其實是類似的 因為Kat看到它在加熱的時候 隨著它到將近沸騰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剛剛這種番茄渣 或是所有你食材的這個渣渣 會開始浮在這個鍋子的表面上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看到它底下的液體 是比較澄清的顏色 好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整個過程就是像我講的 很像在做澄清湯 就是不要去攪拌 千萬不要去攪拌這一鍋 不然它會整個濁掉 然後就是用湯勺去把裡面的這個液體 一點一點的給它撈起來過濾 那過濾我會做兩個過濾的步驟 第一個就是先用細塞網 那細塞網這個作用 是把這個渣渣的部分呢 比較大塊的渣渣全部都先濾掉 那在過濾的過程就是 千萬都不要去壓它 那也盡量不要太大力的晃動 可以稍微輕輕敲一下這個濾網 讓這個過濾快一點 但是不要去大力的晃動 那這個就是畫面中看到 是這個第一階段過濾出來的這個番茄水 那因為它雖然是很細的濾網 但是它還是會有這種極小的這個番茄 番茄果肉在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液體 它的顏色是帶點粉紅色的 那所以接下來呢 就要進行第二個階段的過濾 那通常第二階段過濾呢 會使用的方式就是 可以用像我用咖啡濾紙 也可以用這個紗布巾 把它折成很多層的紗布巾 那也可以用這種過濾油用的濾紙 那再來過濾一次 那經過第二道過濾之後 就會得到這個金黃色的這個顏色 非常漂亮的這個番茄水 好 那我讓這個番茄水 讓它過濾的這個同時呢 我們就來用這個哈密瓜 那今天這個做法 其實當然就是可以套用在各種瓜類啦 像如果來用香瓜 那我今天用的這種好像是一個 算是韓國品種的哈密瓜吧 因為其實我們這裡 像台灣常吃的那種哈密瓜 這裡買的其實也都是不怎麼甜 其實也不怎麼好吃 那今天這個韓國的這種 韓國品種的哈密瓜 還算還算OK 就是以這隻吃到來講 甜度還算夠 所以我今天使用這一種 好那就是 今天這個一樣的概念 都可以套用在各式的這種 綠色橘色這些瓜類上面 那西瓜冷湯的話呢 只是另外一種 好西瓜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步驟 這個我們明年 大概要等到明年夏天 如果我還在的時候 如果這個頻道還在 我就會來做這個西瓜冷湯 還有番茄冷湯 畢竟今年的夏天已經過了 好總之呢這個 用這個瓜去完皮之後 把裡面的紙挖掉 那就是把它切成小 中塊 就是也一樣不用到巨小啦 這個我們要醃個一個晚上 明年再用果汁機來打 所以就是隨意的把它切塊狀 然後今天這個東西 我一樣沒有太固定的食譜 因為今天這個瓜類的這個甜度 種類不一樣 其實會用會要的調味都不一樣 好那這個瓜類都切好之後呢 把它放在一個容器裡面 因為我們還沒有要馬上要打成湯 所以先放在一個 待會要放冰箱裡面的容器 我是先放在攪拌盆裡 因為我等一下要先混合一些其他東西 好那瓜類放到攪拌盆裡面 我這邊加的是這個烤過的杏仁片 那用杏仁片一方面 是它味道比較容易混合 然後再用果汁機打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然後加入這個烤箱的杏仁片之後 我現在加入這個是優格 那優格可以使用 有調味的 那當然也可以使用這個最一般原味的 如果可以用希臘優格是最好的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味道 因為這樣子在抓其他的調味料的時候 也比較好抓 好然後剛剛我再擠上一顆這個檸檬汁 然後再加上這個過濾過後 這個和澄清的這個番茄水 好那最後呢 這邊會再加上一個這個香料包 這個我們煮任何湯類也都會用到的這個香料包 雖然等一下這個湯根本就完全不會煮 但是我們要讓它所有的液體 然後瓜類優格 跟這個香料包全部把它混在一起之後 要放冰箱讓它過隔夜 那這個用意就是讓它所有的味道可以更融合 那也可以把這個香料包裡面的一些百里香 月桂葉的味道把它把它吸出來 那混在一起 好的現在隔了一天呢 那我們在打這個湯之前呢 我再花一點時間來做這個裝飾 最後裝飾的這個前置作業 那我這邊用這個挖球器 因為昨天我這個瓜也只有用了半顆 就是我也沒有用很多 所以這邊我還有半顆的瓜 那同時剛好這邊有西瓜 那我用挖球器把這個西瓜跟這個韓國哈密瓜 我們把它挖成球狀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適合拿來裝飾的一個樣子 好然後呢就把昨天的醃製的這一盒瓜拿出來 那拿出來基本上沒有意外的話 就是它的水風會變得比昨天更多 因為就是在醃的時候還會有加一些醃啊糖啊 那它這同時都會把水分稍微再釋放出來 好所有東西加到果汁機裡面之後呢 這邊就是給大家貓起來打了 就是要把它打到完全的細碎 然後我們再過濾這樣吃起來不會刷刷的這樣 那看要求的口感是什麼啦 其實說真的 因為有些湯就是可能有時候 你不想要讓它吃的太滑順的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不要打到那麼細碎啦 那今天這道冷湯因為它用了一些優格 所以它就是有點像是冷的版本的這種 鮮奶油的湯 所以喝起來其實也是挺滑順的 因為就是有一定量的優格在裡面 好那就是打完之後可以試吃看看啊 然後去做調整這個鹽跟糖的部分 好那這個打好的湯呢 把它倒到這個碗裡面之後 然後再淋上一些這個薄荷油 不是薄荷油 我淋的這個是羅勒油 對羅勒橄欖油 所以它可以再增加多一些不一樣的一個香氣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這一個哈密瓜冷湯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